各位貴賓好 午安 現在我們來採訪一下我們的署長 也是蔡俊章博士 請他說幾句話 非常高興 我也是我們國家藝術聯盟的總召 這一次2023年 雲林醫師家 具名家司法連展 也可以講說 在我們雲林縣政府張立善 張縣長 以及我們雲林同鄉總會 李總會長 秘書長蔡清輝 以及我們國家藝術聯盟的主經長吳尊才 跟我共同來籌劃這一次 從6月14號到6月24號 在我們中正紀念堂的三樓藝廊來舉辦 這一次也集合了雲林縣散機 全國各地的藝術家 把它集合在一起 而且也邀請了幾位 像歐浩年李奇茂 李古摩 楊蓮廖 林隆達 還有張炳黃等等 很多的書畫藝術大家 共同來參與這一次的展覽 可以講我們從籌畫的過程之中 到今天展現出來這麼大氣 而且非常豐富內容的一個展覽 總共有139位 這個議事家 以及展出的作品 將近200件 那縣長張立善 以及我們同鄉總會長 非常的 可以講對次 非常全力的支持 以及協志來主辦 同時也感謝中正紀念堂 林處長 他們提供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展場 相信這一次的展覽 會非常的成功 也感謝 除了我們縣長 總會長 秘書長 以及我們國家藝術聯盟 全力的來支援 相信 除了印字畫册 非常精美的畫册 還有贈送大家的一個 袋子之外 相信在議事的殿堂 提升 因您過去 人家認為是文化沙漠 相信 這一個已經成為歷史的名詞 在各方面 因您在現場的領導之下 跟我們同鄉會 大家對母縣的一個 支持 照顧協助回饋 能夠 變成 在台灣同鄉會裡面 能夠辦書法議展的 也是 不多 我們能夠 從各方面 持熱 其他的 競爭力 其他的這個 營林農業大縣之外 這一次 也整合了營林的鄉親 帶動了 把這個議事的氣息 能夠把它起來 也相信 我們 今後 也能夠 更加 對文化 因您文化意識 來更加 發揚光大 謝謝 謝謝 社長 謝謝